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马利欧陪你喝一杯,我是马利欧 好,这一集呢,这又是我们的单口时间 那之前讲的都是管理嘛,或是一些生产力相关的东西 那这一集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这几个月 可能应该有半年吧,在想了一些事情 那这一集要讲的东西就是闲聊 大家不知道怎么看闲聊这件事情 会不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没有意义的瞎扯 我以前也在想,就是说闲聊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闲聊比较像是 算是英文里面讲可能是small talk这种东西 那我其实常在觉得好像闲聊蛮没意义的 早期,很久以前的时候 那我会那样想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并不是很擅长闲聊 我以为我自己很不擅长闲聊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闲聊就要等于是一个 在社交场合跟陌生人随机随意聊天这件事情 我其实在想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工作的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那我那时候工作是一个 身份是一个技术编辑 那其实技术编辑那时候除了测试产品之外 其实每天几乎都会去一些记者会 或是会去一些不同的场合 可能是厂商一场合啊或是展览啊等等等等的 像那时候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台湾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展览就是computest 那以往对于科技媒体来讲 computest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 那时候就是连续每一年都去啊 写非常多的东西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记者会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记者会的时候 应该是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吧 我那时候主管就丢了一个邀请行给我 叫我说你那个明天去还是什么 去这个发表会这样子 那那是一个相机的发表会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柯达的一个相机发表会 数位相机 然后我那时候去到那个场地 就是他跟我讲一个地点 然后我去时间到了之后 我发现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你知道吗 就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场记者会 然后我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人 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开始 大概可能一个礼拜还是多久这样子 然后你发现哇 大家都好熟哦 就是怎么去了 然后不认识的人 跟一些厂商也好 或者是公关 或者是同业 大家就是在聊天 那没有任何人认识我 废话我第一次去 对他们来讲 我就是一个很陌生的人 那我也不知道 我要在那边要干嘛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该说什么话 那当然这种事情你是会习惯的 就是第一次去 当然是这样子 那你第二次去 你发现 诶怎么遇到的 可能同一页都是差不多这些人 然后你跟人家换 你发现 大家会开始换名片 然后彼此认识 那这一次名片拿到了之后 可能下一次又会遇到同样的人 诶就开始打个招呼 聊聊天 活动开始的时候 大家坐在那边 其实也会脚头接耳的 就是在讨论一些事情 然后结束之后可能也会互相聊聊天 或者是一起去吃个东西等等的 反正你总是会习惯的 你坐在那边 就算你什么都不做 像偶尔我会去一些 没那么熟悉的记者会 然后我去那边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做 坐在那边 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习惯的 对于去记者会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那但是习惯只是习惯去记者会这样的地方 我再也不会觉得去记者会很别扭 或是不舒服 或是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你说在这种所谓社交场合 陌生场合跟陌生人随机聊天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还是没那么喜欢 我会觉得我自己没有很擅长 那后来呢 几个月前 就是因缘际会 有一个线上课程的平台来找我 然后说要开这个阅读的课程 那我想说 这个不错啊 可以讨论嘛 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主持人Juju 我们有开另外一个podcast节目 叫阅读提案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哦 因为第一 当然我平常看的书是蛮多的 然后第二就是 开了几个月的podcast 那关于阅读 可能跟想法上 跟几年前不太一样 我觉得好像可以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因为 过去几年我讲最多 公开演讲或者是分享 讲最多的其实是podcas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一有一集单口 就是我把我过往 那一年 2020还是2021啊 整年我讲了十几场的podcast 重新用podcast的方式 再讲一集 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那一集 那不过我想 现在可能podcast 不是一个最最热的东西 可能很多人知道 或者很多很多内容了 那现在最热的 当然应该是 深层式AI 这样子的议题 不过在几个月前 这个议题还没那么热 所以我觉得 当时他们来找我说 要开个阅读的课程 我觉得不错 试试看 结果对方考虑了一阵子 就在跟我开会讨论的时候 丢给我的课程 我看一下 既然是 如何打造闲聊力 或是有了闲聊力 你就可以 如何如何 在职场上 怎样怎样之类的 这样子的东西 哇 我看的时候 一整个大傻眼 这样子 不是说不好 而是我想说 他们是不是误会了 误会了什么些事情 因为 对 我录了三百多集的podcast 当然除了 这些这样单口 单口数量很少 那多数都还是采访 对谈为主 所以我的确采访了几百个 不同产业的专业人士 或者是有名人 也有素人等等的 但这个都不算是闲聊吧 就如果我真的有做到给人一种 好像是在跟朋友聊天一样的访谈氛围的话 我会非常高兴 但是那终究不是闲聊啊 而且因为这种模式并不是 也不太适合一般的场合 因为一来 你知道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是对方准备好 他就是要来跟你讲话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知道我要跟谁讲话 所以我做了很多功课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的访谈 喜欢或不喜欢 我相信持续听我们节目的 应该都还是喜欢的 但是可能很多时候问问题 说你准备一个访谈要准备多久 其实时间是蛮久的 就是有些时候 光是把这些问题整理好 可能就是一整天 那这个还不包含了 我可能要先花时间 看他所有过去的访谈 或是听他之前访谈 看他之前访谈 甚至是看他之前的作品 尤其是一些 简单的可能是书 因为书比较容易取得 那有些时候 可能是影视类作品 如果他是一个演员 或导演或制作人的话 那我要看他之前的作品 那个可能还算有一天天简单 因为你可能还找得到 以现在OTT平台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你要看的是舞台剧 哇 那基本上是没救的 很少有舞台剧 会有影像化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 看这些内容 然后再设计这些仿刚 所以这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然后最后这些仿刚 就是我手上拿的大纲 这件事情 所以我严格说起来 我并不是真的在跟我的受访者闲聊 我其实是做得很充足的准备 然后跟他好好对话 所以当时我就婉拒了这个想法了 我就觉得 应该误会了 其实我没有很会跟人家闲聊 这件事情 但这个念头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挥之不去 每隔一阵子 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每隔一阵子 我就突然想到一阵子 我就想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情这么的 在我心中盘旋不去 因为我原先心里想的闲聊 可能是像百灵果的凯莉 或者是我一个大学同学 她是非常非常外向的一个模样 大家可能想象到 那个凯莉可能会想到一些 什么魔性校生这种招牌 这样子 那我那个同学 其实也是很厉害 当然她的笑声 我们那时候叫她机关枪笑声 就是这样 把你脸打得都是枪弹那种感觉 但反正就是笑得很威 但我就觉得 我跟他们好像不太一样 我就跟他们不太一样 但是这件事情三不五时跑出来 然后一直盘踞在我心里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两件事情 第一 对 我的确需要在很多场合 跟人家讲话 那这个讲话好像没有那么有目的性 所以我们可能在想闲聊这件事情 类似闲聊 第二 对 我好像开始是有意识的去思考 我如何跟人家闲聊的 所以呢 这件事情想想想想 想了几个月之后 我突然慢慢慢慢的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 说不定我真的可以跟人家闲聊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很明确的知道 我是一个内向者 所以我不能够靠本能 靠直觉的去跟人家闲聊 我需要有方法 我知道有一些外向者 或是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健谈的人 他们会在社交场合 像花蝴蝶一样穿梭 所以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这种课程 那这就让我联想到 在第七集 第七集的时候 我去采访大人学的共同创办人 Joe 张国阳 后半段的时候 问他一些关于感情 他写了很多跟感情相关的想法 跟应对方式 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去写这些 或是想这些 他说就是因为以前不懂嘛 遇到很多挫折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 所以现在就得到了这些想法跟体悟 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当中 其实我们也都同意 或许那些在情场上很厉害的人 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 想这些问题 因为他不需要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需要去思考 或是改变什么东西 某种程度上就很像是 一个很厉害的球员 他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教练 因为第一 他可能真的就天生神力 第二就是他的做法 或是想法不见得适合交给人家 或是能够有效率的交给人家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想说 或许因为我是内向者 但是我又有这种需求 或许我还真的 可以跟人家聊聊这件事情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是 跟大家聊聊 分享一下 这一阵子关于闲聊 我想了哪些 还有我觉得 有些可以尝试的方法 这样子 那所以到底什么是闲聊 我们先定义一下闲聊好了 我们回头想一想 我刚刚讲的 一开始我的想法 本来我认为闲聊是 在一个社交场合 跟陌生人 随机随意的聊天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闲聊 重新定义 定义成一个 在一个特定场合 你必须要跟某些特定人士 透过谈话的方式 一起度过一定的时间 我们注意一下这里的差别 这边有三个差别 第一个是社交场合 对特定场合 第二个是陌生人 对特定人士 第三个是随机随意的瞎聊 透过谈话方式 一起度过一些时间 好 那这些里面有什么差别 我们来分开来讲 第一 社交场合对特定场合 场合有没有什么差别 有 因为那代表着背景和脉络 意思是你人在那边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 我在录音前的录音室 里面的时候 那我这里时候 这是一个特定场合 录音前的录音室 那我在这边 跟来宾要干嘛呢 我要让来宾放松 或者是我如果去接来宾 到我们的录音室的这个路程上面 这也是一个特定场合哦 这个路程上面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跟他闲聊 是要让来宾放松 所以在这个情境之下呢 我会跟他谈的话题 会删掉一些什么 会删掉 我等一下要跟他讲的 因为我等一下问他的问题 如果我现在先跟他讲的话 那可能就先把这些东西聊完了 他其实手上已经有反纲了哦 所以他知道我这一集 大概要讲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不想要再特别的 先把反纲里面的问题去问他 比如说我就不想要先 问这个张国阳刚讲的Joe 他一些管理的想法 或者是这个专案管理的一些事情 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聊 所以我不想要现在先问 现在先问 他就把东西都讲掉了 可能等一下讲 没有那么有趣了 我先说很多时候 第一次讲的东西会特别有意思 那我要做的事情是说 让来宾觉得 很轻松 他觉得来这边 有些来宾第一次被我访谈 或者说他上了很多的节目了 他很累 所以他就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觉得我们要开始 进行一个比较舒适的对话 所以我都很清楚 我让来宾放松 那或者是说 你今天是在一个 一群朋友的聚会当中 那这种一群朋友聚会 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的目的是要跟 你想要聊天的朋友聊天而已 所以你就跟你想要聊天的朋友 没有聊天就好了 你其实也不见得真的要 去跟你没有那么喜欢 或没有那么熟的朋友聊天 比较像同学会也是类似的情况 那如果是一个同事聚餐场合 可能你的目的就是要 多认识一些同事 多了解一些同事 他的感觉 或者说他平常想在做事情有哪些 那如果你是一个人去酒吧的话 搞不好你只想要放松 放空 你可能也没有想跟人家聊天 那像我刚刚开始提到去记者会 其实我是要去认识工作上 有目的性的认识工作上一些 有关的人 他可能是厂商 可能是同业 做这些交流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困惑的 是不认识什么人的多人社交聚会 这样子就是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社交场合 回到这个社交场合 那这可能是最令人苦恼的一种组合 但没有关系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 好好的再谈这件事情 但总之特定场合的概念 就是我们要先搞清楚 我们人在那边是要干嘛 通常我们人在一个场合 都是有目的性的 想清楚这件事情 好第二呢 就是陌生人对特定人士 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讲 特定人士其实也可以是陌生人 就是你不认识的人 但是差别呢 一样是这个背景脉络这件事情 纯陌生人是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但多数的时候呢 我们要聊天的对象 并不是真正的纯陌生人 而是在特定时间出现在 特定场合的人 也就是说他出现在这里 是有原因的 纯陌生人呢 可能是随便一个场合的人 比如说在任何一条马路 或大街上路人 那你这种你要去跟他聊天 基本上就是搭讪 这个对我来说难度超级无敌高 我完全无法去适应这件事情 那我也没有特别的动力 想要去擅长这件事情 学习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跟纯陌生人聊天 但是特定场合的特定人士 这个时候重点就是要找到一个原因 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回去看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你在跟 比如说一群朋友的聚会的时候 你是在跟你朋友聚会 所以其实你已经知道 你的朋友在这边目的是什么了 他就是来跟大家一起聚会的 那你去记者会的时候 其实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边 对方为什么会在这边 他可能是厂商 他可能是公关 他可能是同业 那厂商跟公关在这边是工作 他的目的就是比如说 要把这东西介绍给你 或是把某一个概念说得更清楚 那同业就跟你一样 在那边可能要了解这个事情 然后更加去熟悉这个产品或服务 或者是去做一些采访 或者是拍摄等等的 那他的目的其实跟你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 你会需要跟他聊什么样的话题 或是聊什么样的内容 他会有兴趣 所以这件事情 你就会知道 所以特定人士 就是他是有目的性的 在这个地方的 那第三个 我刚刚讲的 随机随意的瞎聊 跟透过谈话方式 一起度过一些时间 随机随意瞎聊 可能是我觉得一般人 另外一个大误解 因为随机随意瞎聊 之所以会让人家很害怕 因为这种东西本质上 很容易让人家尴尬 那一般人呢 并不想要让人家尴尬 一般人更不想要 因为大家尴尬 冷场 被贴上 不会聊天 无聊这样的标签 我们想要讨喜 我们想要受欢迎 所以随机随意瞎聊 就是一种 碰运气势的说话 有点像是你下很烂的提示 给ChairGBT 那基本上就是碰运气 他到底理解你多少 或理解这个问题多少 我们最近可能看到很多的例子 大家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面 都会看到 就是有些人 跟ChairGBT在聊天 然后得到很瞎的答案 那这些东西原因就是 他的功能 就是想办法跟你瞎聊 他用他所有的知识库 然后讲的话 好像讲得很有道理一样 但实际上 他不见得真的知道 他在讲什么 那同样的 你的指令没有下好的话 他回应的答案 其实也会很瞎 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就有点碰运气 因为你其实没有做好 你该做的事情 就是下好指令 那透过谈话方式 一起度过一些时间 这概念上差非常多 差别在哪里呢 关键在于 一起度过一些时间 那很多时候 让自己能够放松闲聊的 这个秘密 我觉得啦 我这秘密在这里 就是呢 你心态上是 我们就只是刚好在一起 聊几句 杀点时间 不要有太多期待 不要觉得你需要很讨喜 不要觉得对方会觉得你怪 不要觉得对方会缠着你不放 什么都不期待 问对方几个问题 说一些想法 干了就闪人 就这样子 那很多时候很有趣的事情是呢 你越没有期待 你越无所谓 你反而好像是一个越有趣的人 因为你反而不会给人家压迫感 跟尴尬的感觉 所以我们来稍微小结一下 就是我们如果把闲聊重新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更清楚了解到 每个环节我们要该处理到的事情 第一 特定场合 特定场合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呢 是要想清楚 你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你自己在那个地方的话 那当然你干嘛要去呢 所以你到了一个场合 你需要跟人家闲聊 OK 好 那所以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特定人士 就是搞清楚 为什么其他人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特定人士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特定人士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有他的背景 他可能是 某些身份 某些什么样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 可能知道 但是这是他的目的 透过这个目的 可能可以开启一些话题 第三 就是一起度过一些时间 不要有期待 不要给自己压力 讲两句话就谢谢 也没有关系 其实很轻松的 所以呢 透过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拆解和重新定义 认清楚闲聊到底是 什么概念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会 比较容易理解 之前担心跟害怕 的是什么 所以透过这个拆解 其实有一些 想法 我相信是可以 可以跑出来的 所以 你回去看我们刚刚讲的 不认识什么人的 多人社交聚会 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 其实好像是 大家最困惑的 讲白就是 我去一个社交场合 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去一个社交场合 我真的不会聊天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以这个情况来 想的话 就是 OK 好 那第一个 我们就回到最前面的 那个问题 就是 先想想看 你为什么要去 你是为了 多认识一些陌生人 你还是因为朋友邀请 还是因为 你听说这个活动很酷 你要去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你当然在那边 就不知道该跟大家聊什么 所以你应该要先想 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比如说 你可能去一个社交场合 这个社交场合 都是创业 创业圈的人 或者说这个社交场合 他就是 跟你工作类似的人 或者说这个社交场合 就是 就算跟你工作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就是朋友 带你去 或者说朋友跟你讲说 我要去 跟一些朋友见面 所以 那他们大概 什么样的背景 OK 所以你就知道 OK 你是跟着朋友去 然后你知道 这个聚会当中 大概有哪些人 所以你就会拆解了 那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问题 同样的 你也可以拿来问其他的人 就有点像是 跟TrackGPT对话一样 你可以要他来问你问题 然后你直接把这问题 都给他 所以 你自己要想的是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谁 对不对 我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干嘛 那同样的 这个问题 其实就可以直接拿来问对方 你是谁 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要干嘛 当然你问的时候 不能够用这种方式问 这种语气跟态度 这个可能是 可以在另外一集 再来讨论 但总之呢 你就是用一种 我想要知道你是谁 我想要了解你更多 然后 为什么你会来这个地方 其实我不知道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来这个地方 再来第三个就是 或许你聊了三到五分钟 甚至两分钟 你就觉得干了 那也没关系 你就说 我去拿个饮料 我去上个厕所 拿个点心 出去偷偷气 找个朋友 反正就是 找个理由离开就对了 那我尤其建议 就是你不要 一开始讲 没有讲到几句话 说 还是我们先加个line 这其实真的是 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啥都不知道 人家也没有跟你聊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先换个line 这样子 那所以 跟大家分享完 这些东西之后 你可能会想说 这东西 好像没有回答到一个问题 就是好 那我现在 心态先建立好了 就是 我是 为了什么原因 去那边 我知道了 然后呢 去那边之后 其他人为什么在这边 好我也知道了 然后再来就是 我也不要有压力 我就跟人家聊聊 天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 离开这个地方 好 这些东西 我们都搞定了 那 再来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有话题 大家可能想说 开话题 非常的困难 我觉得开话题 其实 是一个困难的点 没有错啦 但是 实际上还会有一些 其他后续的东西 也是 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后 我们就给大家几个建议 关于开话题 这件事情 好 所以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话题 就是说 你今天到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场地 大概的时间 都可以问的问题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话题 最基本的话题有哪些呢 你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到这个地方 你是坐车 你是搭车 自己骑车 开车 等等等等 或朋友 在你来 都可以 反正就只是一个开场而已 让大家一定可以回答出来的 的一个话题 或是在天气 有些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哇 聊天气很干耶 或是说 为什么 常常 大家没事 所以在聊天气 原因是因为 其实天气 就是很切身相关的 东西嘛 你就想 今天 如果天气很热 结果你在一个场合里面 看到一个人穿大外套 是不是很奇怪 不热吗 那这就是一个 可以讨论的题目 或是说 反过来也是一样嘛 今天是很冷 然后就发现 有一个人看起来 怎么穿那么少 然后不会冷嘛 都可以 或是说 最近天气变化很大 那通过天气 其实可以带出 很多延伸的话题 比如说 天气很热 所以 最近 像我在跑步 我可能就讲说 哇 最近 天气很热 跑步很麻烦啊 可能到晚上 或是很闷 或是说 我之前 跑步的时候 有一阵子是冬天 每天在下雨 然后我就可以讲一讲说 那时候下雨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去跑步的 一开始可能不习惯啊 后来变成怎么样 怎么样的 所以天气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那如果说 今天你想要再更 严肃一点 或是在表现自己 更高大上一点 可能想说 哇 这个最近 气候很不稳定 这个气候变迁 这个环境议题 或者是再更带到以前 这个 台湾好像过去 好几个 好几年 有一阵子都没有台风 经过台湾 就是台湾这个缺水 比情况比较严重 那当然 还有一个就是 台湾是一个 岛屿嘛 它是一个 很快从山 河流就这样子 从山下面 一直直接流到大海去 这个没有那么长的一个腹地 所以它可能积水 累积下也没那么快 所以几个水库 可能一旦 水库缺水 等一下台湾 整个台湾 就会有一些缺水的问题 或是你可以再讲说 这个工业用水 又很多啊 等等等等的 从气候天气 可以转到气候 转到这个缺水 但是可能还可以 讲到缺电这件事情 可以延伸很多啦 所以天气其实是一个 蛮有趣的话题 那再来当然就是时间嘛 大家想说 哇时间也可以当一个话题 当然可以啊 你今天到这个场合的时候 是几点 像比如说我们 通常录音的时间是下午嘛 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 那下午的时候 通常在做什么 以前我们 大家老听众可能知道 我们第三季的时候 都是在外面录音 在酒吧录音 那其实呢都是下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在下午录音 那极少数是在早上 大部分时候都在下午 下午录音时间 大概都是从一点多到 可能两点半三点钟左右开始 那可能就可以当作一个开场嘛 说下午 我们就来喝一杯啊 我感觉很不错 很轻松的感觉 那有些人每一个人下午的时间 在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 那会说 这个活动可能是在 晚上 可能是很晚时间 或是比较稍微早一点 可能就 这个时间吃过饭了没有啊 或者是 这个时间下班塞不塞 就会要怎么来 等等等等的 时间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再来就在活动场地 也是一个可以聊的 场地很大 很小 很酷 装扮啊 什么的 或是音乐啊 如果当天是一个活动 是有放音乐的 可以讲 你喜不喜欢这个音乐啊 或是你平常在 有没有听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 我觉得那个 在放歌 DJ他很酷啊 他可能在做哪些东西 他可能那个器材 看起来很炫 然后可能跟他聊一聊说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像饮料啊 食物啊 这些都是 现场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聊 然后或是一些工作 那当然就是陌生人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 聊工作 可能是很常见的 我觉得 你是做什么的 然后就 你的职业大概是什么 通常大概都会问 那这其实是一个 一定可以问出一些东西 一定可以聊的 那只是说 聊生聊浅 不一定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些很基本的东西 开这些话题 没有风险 对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风险 但是能不能够延续 或是能不能够让大家觉得 听的是 有感觉想要继续聊的 没有那么容易 这是一个最基本 但是有可能很容易干 那当然 还有一个金句 就是 反正你不知道该讲什么时候 或者说 遇到一些 比较 没那么常见的朋友 没那么熟识的朋友 大概第一句话就是 按最近在忙什么 那这个话 当然 我希望所有有听这个节目 的人不要觉得 我之后如果看到你 问你说 最近在忙什么 是一种敷衍 其实不是 最近忙什么 它是一个万用金句 那如果我问你这问题 表示我真诚的在关心你 我真正想要知道 你最近在忙什么 大家都 都一样嘛 每天工作 很忙碌 所以在忙什么时候呢 就可以去想说 对啊 那我们最近在忙什么 那通常彼此就可以互相 更新一下彼此的进展嘛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最近在忙什么事情 像我可能就会有些录音啊 采访啊 或者是 公司的一些变化啊 或讲讲大环境的一些东西啊 等等的 反正总之 最近在忙什么 其实这个题目 可以发展的很广 你可以问他 他也可以问你 两片人把彼此进度 更新更新 其实也就 过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是金句 那 但是我 我不觉得是一个敷衍的 的对话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最近在忙什么 金句 也不要觉得人家问你 你就不能问他 你要问他 你回答完 你还可以问他 这个东西 好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你什么都不会 你都没关系 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开话题 都没关系 就把这些 先稍微的 把它存起来 把它变成是一种 很基本的起手式 怎么来 天气 时间 地点 音乐 饮料 食物 工作 最近在忙什么 等等等等的 那再来更进一步呢 其实就是你要观察细节 这是更进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人都是喜欢被注意的 我也我也喜欢被注意 如果今天 我特别穿了一个 什么样的衣服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穿搭 我自己很喜欢 就被人家注意到 那当然会开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 就是你要观察 观察你要跟这个人 讲话的时候 他身上 或是他在全身当中 有没有什么 比较特别的地方 可能是衣服 可能是 比如说 发型 造型 或是配件 比如说穿着的 比如说鞋子 或是 我们通常会 有些时候 我们会教他名片 可能名片的设计 或是名片夹 或是他全身 其他带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说眼镜 或是说刺青 如果有一个人 有刺青的话 这是一个 很好的话题 因为刺青本身 一个人会去刺青 表示那个图案 或是那个字 对他来讲 一定有某种意义 甚至有一个故事在 所以刺青 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开启话题的 方法 所以这个关键点 就是你要 保持好奇心 而且要培养 丰富的知识库 就尽可能的 去培养一些 丰富的知识库 去了解 现在在流行 什么东西 比如说 三月的时候 可能这个 最流行的剧 就是黑暗荣耀 不管是一或二 所以你 如果没有看过 当人家在谈这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比较 跟不上话题 跟不上话题 也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看 但你可能要 大概知道一下 他在干嘛 或者说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剧 你可以说 我没有看 那好看吗 他在讲什么东西 他是不是跟什么 什么很接近 宋慧桥在那边干嘛 等等等等的 其实这都可以 你完全没看 都还是可以 就你要知道 有这件事情 才可能可以跟人家 搭上话 那我刚刚讲的 像衣服 穿着也是一样 每个人的衣服 有些人 觉得他穿的 这个衣服 特别好看 或是你觉得 他这样搭配 很特别 那你可能也可以问 像 其实我自己 对于穿搭 这件事情 是很不擅长的 非常非常不擅长 但我觉得 也因为我不擅长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可以 更了解一点 所以我可能就会说 哇 你这个 穿着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 穿个T恤 很难搭配 那我看你今天穿T恤 穿的搭配很棒 你是不是 很喜欢T恤啊 或者是 我都 比如说我可能问说 我的困惑就是 我的T恤 在搭的时候 到底 该不该做 把它卷起来啊 卷起袖口 是不是很 很不好看 你自己怎么看 这件事情 等等的 那当然这个都是 要看场合 看场景 然后去讨论这件事情 如果说今天是 我们在一个 很严肃的 场合当中 突然跑出来 再问那个衣服 那如果是 大家一起在聊天的话 感觉可能会有一点点怪 但不过 如果是私底下闲聊 可能就还好 那当然 你如果说平常在运动的话 你看到说 他好像手上戴了一支 是运动的手表 比如说 Apple Watch 我是Garmin 这样子的手表 那你可能就会很好奇 一般的 我们现在看到 比较大一点的 这种电子表 很多都是运动手表 或是跑表 就是智慧手表 可能就是 这就是一个话题 你可能就是 我看你这个表 看起来很帅 是什么表 或是说 你戴这个表 是不是你平常 有在运动 是跑步吗 持自行车 还是三铁 还是游泳 还是有做什么 其他运动 因为通常 通常 不会 你戴一个运动手表 或智慧手表 多多少少 你是有在 从事一些运动的 所以 不会是 只是一个 纯装饰 所以透过这东西 都可以再开一些话题 就说 不知道你这个 手表 用起来 感觉怎么样 像上一次 我去一个 酒盏的时候 就里面的人 就有在 看到我戴一只 刚换了一只 Garmin的手表 他可能就 你有戴Garmin 因为他自己 也是在Garmin 或搞老半天 原来是Garmin的员工 这样子 那他就跟我聊说 这个你 你觉得你这一只是 新的那一只吗 你知道这个就是一种 你知道我刚刚讲的 注意 被注意到的感觉 甚至有带有一点点 虚荣的感觉 这样子 说 不错 你知道这个是新的 这样子 我说 对对对 这个是 最近发表的 哪一款 这样子 他说 哇 你这么快就拿到 这么新的手表 我说 没有啦 就是刚好 他发表的时候 我就买 因为之前我有去 Garmin的活动 然后他就说 没有 我是员工 我只是想要做一些试调 这当然就是开玩笑 就是在做一些 就是让这个话题 延伸下去 然后可能就说 你觉得这个好用吗 因为我要买这只表之前 我就已经先测试过 已经想过这些东西 那当然我就有一些话 一些想法 可以分享 所以就是 话题可能就会延续下去 那当然 这个东西 如果最后聊一聊 大概差不多这样子 那我觉得也无所谓 反正 也没有人有义务 一定要把这个话题 持续延伸下去 然后就到此为止结束 都OK 没有任何问题 那彼此就是我刚刚讲的 大家要透过谈话 一起度过一段时间 结束 很好 那 这个东西就是 你需要去观察 那像你刚刚的例子来讲 他本身是 相关的从业人员 所以他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然就看得比较清楚 比较仔细 觉得 不错 或者说看到 怎么你们 一群人来 或是情侣 怎么有一个 是带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 带另外一个东西 等等的 可能就是一个 开启一个话题 或讨论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找话题的方法 那前提就是 你要有好奇心 跟培养你的知识库 可以让这东西 有更多的话题 可以往前 那最后补充一个点 就是说 当我们在讨论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都没有跟你讲说 你要怎么去讲笑话 或怎么去开玩笑 就是说 其实一个闲聊的过程当中 没有人有义务 要逗得对方 哈哈大笑 你是去 再讲一次 透过谈话的方式 让彼此读过一段时间 你不是去表演的 你不是一个喜剧演员 就是你今天去跟他讲话 你就是要让大家 哈哈大笑 所以你不需要去开玩笑 你不用去那边讲 然后去自嘲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要培养幽默感 你要怎样怎样 对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幽默感很重要 但是你今天去跟人家闲聊 不是要让大家觉得 好像你很好笑 或是你很幽默 你只是要让大家觉得 你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就好了 你只要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这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可能是三分钟到五分钟 很短 或是两分钟都可以 就是有一起度过了 OK 这样就好了 所以 我觉得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这几个月下来 我认真在思考 闲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 需求跟状况 然后我仔细思考一下 有哪些事情是在我过去的 有意识的去思考 当我需要跟人家闲聊的时候 有哪些东西是我会做的 那实际上我现在真的就是会 透过我刚刚讲的那些方式 哪些话题 基本话题 或是进阶的 就是观察对方 他可能是一个 他可能在意哪些东西 他可能对哪些东西很擅长 或者是 你有哪些比较喜欢东西 跟他是可以接在一起的 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慢慢的 让对话延续下去 那对话就算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或者是 你觉得差不多了 那你就打个招呼 我说好 那我先讲 我先拿东西 我就说 就去做别的你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也就这样子了 也没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就是把握你自己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 你在特定的场合 然后你为什么会跟这个人聊天 为什么需要跟这个人聊天 或你想要跟这个人聊天 特定人事 然后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们可不可以一起的 好好度过一段 短短的时光 能够的话就很好 那在开话题的时候 把基本的话题 跟进阶的话题 大概把握住 我觉得可能 你就可以有一个 还不错的闲聊的过程 那当然 有些人可能会希望 透过这边再发展更多 那这个就 我所谓更多 就是可能工作上的机会 或者是认识朋友 一些机会 这就不在我们 这一集的讨论范围之内 那希望这一集 关于闲聊的分享 可以让你有点收获 如果你对于这个题目 有更多的想法 或更多的兴趣 想要了解的话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不管是到Facebook 或是IG 或是写email给我 都可以 我会非常希望知道 你对这一集的节目 跟这样子的主题 有什么想法 那或许我们在之后呢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 这里是马力奥 陪你喝一杯 我是马力奥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